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家干权的灵修的视频 这一次我们继续谈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就是不再一样 记得这是我们过去都在谈的 基督徒是不再一样的一个人 怎么不再一样呢 因为我们有神的性情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神的性情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有神性情的人 这是彼得他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所以彼得后述一章世界 再来读一下这节很宝贝的经文 弟兄姐妹 彼得说什么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这个很宝贵的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心情有分 这是神的应许来的 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与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 这就是与神的心情有分的意思 我们心中有神 我们有神的生命 我们有神的生命 所以信了耶稣的人 你和我 我们不在一样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价值 兄姐妹 这很关键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提醒 我们生命的价值 不在于我们有多少的存款 多少的房子 多少的产业 失业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重要 感谢主 如果我们有这一些 我们感谢主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我们心中有神 我们有神的心情在我们生命当中 好 接下来的问题 可能你会问 这个是有了心情 神的与神建立关系 那这个关系就理所当然吗 那不是 彼得非常关注 弟兄姐妹的属灵圣命 我们整天讲 是属灵圣命怎么样 属灵圣命怎么样 弟兄姐妹竟然是圣命 不管是肉体的圣命 或者是属灵的圣命 我们都要去培育它的吗 生命需要成长的吗 好像我们做父母养育我们的孩子一样 需要去培育的吗 它不会自动生长的 同样的我们与神的生命也是一样 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去 关顾它 培育它 所以彼得 他告诉我们八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 第一 我们讲过了 信心 第二 我们讲过了 也就是得行我们的行为 今天 阿罗彼得 彼得讲第三件事情 知识 知识 那你说 不是我知道 知识我懂 去读神学 去上课 查经班 读属灵书籍 什么等等等等 当然这个也是正经我们知识的 信染了知识的这些管道 但是彼得他讲的知识 弟兄姐妹 他不是讲这种知识 你先想看彼得的时代 哪里有什么神学院 哪里有什么书本来读 他是个打鱼的 打鱼的人怎么可以 有什么上课 读书这个环境 也不是当时的一个环境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这个知识 不是讲一般的 头脑的知识 它是什么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属灵的知识 那你说 牧师什么叫属灵的知识 还记得有一次 耶稣跟门徒 走上这个菲律比 盖萨利亚菲律比的路上 耶稣问他们 人家说我是谁 他们就说 这班门徒 又说你是 以利亚 又是 先知中的医卫等等 你看那经文 一八章 马可福音 好 耶稣也不讲什么 后来他就 转向门徒 就直接问门徒 你们这一班人 每天跟着我的 你们说我是谁 这班门徒吓一下 对啊 现在我要讲我是谁 你是谁 那么彼得 当然彼得就讲了 彼得他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彼得一讲的时候 耶稣很高兴 也就是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 I good job 你讲得对 你是蒙福的 这个不是所血气的知识来的 这个是属灵的知识 是天父给你的启示 你看啊 这个很关键 弟兄姐妹 那我再讲一次 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 千万不要误会 牧师这样子以后 我也不要去读圣经了 我也不要去参加查经班了 我也不要去参加什么训练 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大家知道 我要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要追求的 真正要追求的知识 就是一个属灵的知识 其他的知识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神 但是属灵的生命 最终还是要属灵的启示 来自上帝 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让我们去反省一下 今天能够影响别人的 不是我们一般的知识 条条道理 整整齐齐的道理 我们都会讲 人家看我们的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分享 是你怎么样的 能够经验到神的这份属灵的生命 就好像耶稣称赞彼得一样 你是上帝启示你 所以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 彼此鼓励一下子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属灵生命的基础 听好了 弟兄姐妹 属灵生命的基础是什么 不是我们一般的头脑的知识 那个重要 我没有说不重要 那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施主 OK 这个很重要 然后 我们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还有 让基督每一天都做我们的主 每一天 每分每秒都成为我们的主 那是一个属灵的知识 带来的一种的力量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我们 求你给我们美好的启示 属灵的感动 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知识 就是宣告耶稣基督 是我们每一天 每分每秒的主 是我们家庭的主 教会的主 我们工作的主 谢谢主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欢迎大家 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支持 关注每家干钱 我们的方法 在识订阅